Hello 我是苹果妹 今天又是元气满满的一天哦 昨天晚上我直播的时候有粉丝朋友问 关于我分手搬东西回家这一个事情 我老爸是怎么看的 等一下我帮你们问一下他 等他下班先下楼守着他 爸爸我亲爱的爸爸你回来了 煮好饭了没有 还没煮好你先开车回来吧 我问你一点事情 我问你哦 关于我搬东西回家你有什么看法 有粉丝朋友让我问你的 有什么看法搬回来就搬回来了呗 不不合适就搬回来了呗 我早就叫你回家了 你一个人整天在棚栋里待在那里 待在那的傻的 好什么事你自己去干你的 反正老爸永远要支持你 你在家里好好休息一下 不要想那么多 过去就让他过去吧 开心一点就得了 那我再问你一个问题 如果我以后找不到合适的 我自己喜欢的人那我就不嫁了 不结婚了 随便你反正你看就办吧 我开心就行了是吗 主要你开心就得了 以后我老了管了你那么多吗 问完我老爸了 再帮你们问一下我妈有什么想法 老妈 关于我搬东西回家的事情你有什么想法 你回来了我很开心啊 一家人在这就在这里结婚 我去这个我去这个 如果以后我找不到自己喜欢的人了 然后我不结婚了 你不会催我吧 不催你开心就好了 找不到合适的 这就找不到合适的危机啊 最好有人疼你啊 有人爱你啊 你开心我也开心啊 要给人家整天过的那个点 我也很难过的知道吗 嗯